古巨機一連四場的巡迴演唱會 這日已經來到第三站 機仔就請來一班好兄弟 包括方力生、質田等等 一起擔任表演嘉賓 大合唱之餘 還在台上重溫這麼多年來的招牌動作 非常搞笑 3、2、1 而一向孝順的機仔在台上提起爸爸 還突然感觸落淚 講到那裏我跟大家分享 爸爸和我平時每日一通的電話 講到那裏的時候 其實這麼多晚都沒有問題 今晚好像突然耳邊響起電話筒裡 爸爸的回答 他說聽到你的聲音 我就放心了 我就放心可以睡覺了 那一下突然之間眼淺了 我也希望大家珍惜 要知道爸爸媽媽 其實是渴望得到的非常簡單 就是大家可能一通電話 聽到你的聲音 他們就很足夠很滿足 大家都要珍惜 不過大家都很關心機仔 什麼時候可以做爸爸 好事日前 李克勤就在台上 向機仔傳授生孩子秘訣 機仔真的要好好參考一下 大家都很關心 關心了好幾年 我未收到一些心得 目標還未達成 我想這件事 無論大家有不同的比方 心得那些 都是其次 最重要的 我想是一樣的 就是時間 還有放假的心情 因為不只是做事做事做事 那個精神狀態 身體狀態 都不是那回事 所以我完成了表演之後 希望放回少許假 部份又鬆回少許